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点叫做不完全爆破音 好 首先在这之前呢我们要认识六个爆破音 看一下这六个分别是 好 那这六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爆破音 那么什么叫不完全爆破音呢 看这里 当以上六个爆破音中任意的两个就是随便两个啊 合在一起相邻的时候呢 前者也就是前面这个他发的就叫做不完全爆破音 后者呢是彻底爆破也就是一个正常的发音 那么不完全爆破音简单来说就是做这个发音的嘴型 但是不要发出声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来操练一下 什么叫做不完全爆破音 第一句 这里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两个因素 很明显是good里面的d和boy里面的b 按照理论那第一个字母相邻的第一个字母 他要发不完全爆破音也就是他不发音 但是得做嘴型有一个稍稍的停顿 而后面的b不影响正常读 那么体现在这个句子里面就是good boy good boy 我的话会知道啊就夸小狗的时候就可以有这个单词 当然也可以是夸小朋友啊都可以叫good boy ok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 同样的我们按照理论去找到爆破音 那是glad里面的d和to里面的t 那比较简单 d不发音 to的里面的t正常发音 所以是glad to meet you glad to meet you 好 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meet you 我们可以联读这是另外一个发音技巧